台股今天上演恐慌性的大沙盘 今天我们看到了再度创下了史上的最大跌点 一开盘跳空灌破了半年线 跌破两万点 甚至800家跌停 其中还包含了台积电 逃都逃不掉 后来是拉了一些回来打开跌停 但我们就说 别忘了刘德英六月退休才罕进买股票 839房线已经正式被跌破 投资者在问 可以逢低接手吗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封总跟阿瑟 来到我们报新闻 等一下两位要来告诉大家 止跌讯号怎么来观察 不一开始呢 事从要带我们来看到 到底这一波在跌什么 日韩股市今天一开盘 垂直式的跳水 日股甚至大跌超过11%跌到熔断 这样的恐慌性的沙盘 要花多久的情绪的消化时间 才能够来把它化解 没错 8月5号是台股或是说全世界股市的一个黑色星期一 为什么这样讲呢 事实上今天的这个台股最终收盘是跌了1800点 是历史上最大的跌点 那跌幅是8.3% 甚至连台积电盘中都看到跌停板 红海也跌停锁时 那包括说广大都跌停锁时的一个状况 那盘中大概约莫有800多家出现跌停的这个情形 但是不是只有台股这么惨啊 就像日经啊 日经这个股市来说 它最终跌了12%多啊 也是创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跌幅 韩国股市也跌了约莫是9% 那港股也都是全面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早盘的时候 其实日股就已经领跌 所以我们要台股开盘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一个大跌的局面了 就像早上的时候呢 很多如果你有去下单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下单软体大档机啊 当时不只是下单软体大档机 你可能没办法处理之外 你那时候要查询你的账户 比如说我要这个有多少融资的维持率 然后或者说我有多少现金 那时候也都跟银行连不上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早盘的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成调量缩市会非常大 那虽然说后来降下来 但是也算是一个大量在这边换手的一个局面 那甚至还有什么 永峰进来公告说 我的系统一行不能交易 所以那早上的时候真的是 很多股民呢 完全都是非常心慌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呢 也真的出现一个大跌的这个情形 好 那为什么会这个日本 我们说台湾股市大跌就受到日本的影响嘛 那日本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就大跌2000多点 那跌破了这个34000点 所以导致整个今天雅股的卖压都非常大 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事实上我们在东正指数来说的话 这个从7月的高点已经下跌了20% 那尤其盘中还触犯了所谓熔断机制 那所以暂停交易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日股会跌幅这么大呢 我跟大家讲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日本 这个美国的经济疲软 那加上说美国会降息 日本升息 利差加进之后 日元走强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呢 整个目前为止来说 日元呢 我们前几天我们还没讲 日元对美金是162 现在已经来到140几了 对 所以那日本升得那么快的时候 日本股市当然就全面出现一个 大跌的一个情形了 所以长时间以来 日元零利率 所以多少人是从日本搬钱 到各地股市去进行投资 现在钱又被吸回去了 造成股市就大动荡了 没错 这个全世界的资金在那边挪动的时候 造成股市的这个大动荡 尤其是日本央行目前的心态 可能接下来 还有可能会升息的这个情形 那美国继续降息 这个力道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 那第二个当然还有巴菲特 巴菲特卖了非常多美股之后 大家担心 你会不会卖日股啊 所以当然今天的这个五大商社 全部跌幅都是十几% 所以说为什么日股会大跌的原因在这边 那当然因为大跌之后呢 很多人就问经济部长郭志辉 因为他其实他产业人嘛 他对股市也相对比较了解 他说呢 目前全球股灾大家要有准备 然后这是景气循环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可能要把安全带系好 股市的上下大震荡 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一个状况 刚刚的两个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美国经济疲软加上日元走强 这个地方我们看过了之后 回来美国经济疲软的这个状况 是从告诉我们 今天一个重要的讯息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这个指标 已经被启动了 扣下这个板机之后 意味着什么 而正注意过去11次 每一次被触动的这个指标 伴随而来的发生了什么事 对 没错 事实上上上个礼拜 我们美国的沙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公布了 最新的这个就业报告 它的7月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来说 据像你来看 11.4万 你看这是最几个月来说 相对比较低的点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的整个失业率 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失业率大概3点多% 现今来到了4.3% 就是往上升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升的非常快 所以导致大家对美股 这个所谓包括说像 失业率 就是可能经济要衰退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好那因为经济衰退压力 我们上礼拜不是才在节目上讲吗 你不要以为降息呢 股市就会好 股市一定会先反映 所谓的衰退的压力 果然衰退的压力就来了 所以目前为止 大家都认为说 目前为止 9月降息的时间点 因为9月中央这个局型 FOMC会议 它降息的几率已经来到100% 现在不是降息不降息的问题 现在是大家预估说 会不会降到两码 现在降到两码的几率 就是0.5%的几率 已经升到了22% 那更不用讲 紧接下来的话 每个季度的联准会的开会 都可能会降息 美国经济衰退的指标 是不是为言耸听 它的重要的这个指标 已经各项标准已经被触控 被触动了 而过去11次 这是第12次 每一次触动 都伴随着怎么样的一个市场动荡 对 没错 我们事实上美国 要评估他们整个衰退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 叫SAM规则 SAM规则是个经济学家 他所提出来的 那他的规则是这样讲的 他说失业率的三个月的平均值 比过去12月的低点 升了0.5%之外的话 就表示整个经济 已经处于衰退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美国7月的这个失业率 已经来到4.3%啊 比低位 我不是说低位才3.7% 3.8%吗 他已经高了0.5% 所以就说 目前为止 SAM规则已经被触动 那SAM规则被触动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过去 在1950年以来的话 有11次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 SAM规则都是发现到 说美国经济要衰退 然后果然就衰退 所以如果假设 这一次SAM规则是对的话 告诉你美国经济会衰退的话 那当然股市就会面临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震荡的可能性了 好 横跨太平洋两岸 美股的动态 直接牵动台股的 最直接的就是AI 来 我们看到 资金在大挪移ING 而AI股在今天也被讨论 有没有泡沫化的疑虑 我就问 它的刚性需求都在 为什么泡沫化的疑虑逐步升温 而如果它真的面临了泡沫化 对台股的冲击又是什么 对 没错 是不是泡沫化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能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一味地看 利多利多 但是至少现在可能有利空出来了 好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实际上这一波美股重心 沙满重心是纳斯达克 它这上个礼拜大概 蒸发了2兆美金左右 尤其是费成半导体 它从高点来说 已经摔了20% 成为叫熊市 就是技术上 技术上它已经走空了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会 费成半导体会走空呢 主要因为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英特尔 你看英特尔来说 上个礼拜公布的财报 真的是烂到不像话 它已经宣布说 我要停发股利 就是不发股利给你 然后同时它启动大财源的一个状况 导致英特尔的股价 出现一个暴跌的状况 暴跌26% 它是创了1974年以来的 这个单日的最大跌幅 然后市值也蒸发了 约莫斯一兆台币 再告诉你英特尔 大概已经 它的最好的时间点 已经去了 过去了 而且再回来的可能性 都非常非常低 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 第二是 对辉达的这个坏消息 我们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说 哇 辉达很棒很好 没有错 辉达的确它目前为止的业绩 也真的非常棒 但是呢 目前为止它是说 因为它的新晶片 Blackware这个晶片呢 目前呢 市场上面传出来说 它可能有一些设计的问题 那设计问题来说的话 要重新的设计 然后重新的再更改它的规格 所以有可能呢 出货的时间点会往后递延 原本它是说呢 今年年底要大幅的出货 那现在市场是传言说 会递延三个月或是更长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原本今年下半年大家很寄望的Blackware 要往后延了 那可能会影响到微软 还有Meta等等的一些股价 会出现的一个情形 那尤其是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原本的这个外资都认为说 GP200在下半年大量出货嘛 就没想到因为减缓之后 所以它整个这个出货量来说的话 至少这个会比预期少10万台 就也都来到40到50万台左右 好那我跟你讲 因为GP200比较少之后 因为伺服务减少之后 就想你知道 对我们国内代工一定比较不好嘛 所以那为什么今天的红海 双红或是旗红等等 甚至广大 都会出现一个跌停的这个状况 其实跟这个GP200 整体的伺服务减少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原因 跟它的这个状况发生 好台股的明天过后 我们就去看看 美国的经济的景况 是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凶险 刚刚讲到了 触动了这个所谓的 经济衰退的指标 那接下来还会更惨吗 对我们就讲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晶片之后 给大家一个参考指标 就是如果你看到 废城半导体没有再破底了 要开始阻底 那或许这个坡的 这个最重要的沙凡重心 已经过去了 但是经济衰退的压力来说 可能要等到美国降息之后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慢慢的 这个经济衰退压力会减缓 所以要到九月中 好 但是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又看到一个 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巴菲特 为什么看到巴菲特呢 就讲你知道 巴菲特过去 他就是一个老三港 所以他一举一动 大家都非常关心 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他公布他的这个13楼报告 就是说他怎么做他的操作 就没讲 他把他最重要的持股 苹果 还有最重要的一家银行 美国银行都把他砍掉了 那他砍了非常多 他第一季砍13% 苹果之后 第二季再砍了50% 然后砍了好几百亿的 苹果股票 然后七月又砍了 这个美国银行38亿 所以他留了那么多现金 大家讲说 那你知道你是开始 看空美国的股市了吗 而且他在砍的时候 其实基本面大好耶 所以也就是说 他已经领先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了 经济不好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砍了那么多 那除了巴菲特 砍了这么多之外 我想现在这几天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边说 这个跌这么深 我们要不要抢反弹 要不要去去 所谓做反弹的这个公式 就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投资专家 在网叫葛洛斯 他就说 美国投资人 你不要去想什么 这个要怎么大跌 然后再抄底 这不可能 他说至少 因为可能目前为止 看起来的话 股市可能反复打底的状况 会非常非常可能性 所以呢 他建议投资人 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先出清 你的部分的持股之后 打底还要一段时间 你现在可能可以 再次为主 好那第二个 我们再看一下 美国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指标 叫VIX指数 恐慌指数 对 就是恐慌指数 他的波动率很高 还是很低 那如果是波动率很高的话 通常就代表说 股市的一般的投资人 他对未来的前景呢 可会比他担忧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VIX指数来说话 一天狂飙了在27% 也就创了去年 三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从VIX指数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投资人对股市的恐慌性 现在在出现 那我们就说嘛 恐慌的时候 可能还要需要一段时间 慢慢的把它消化掉 所以在这一段 恐慌的时间点里面来说话 我觉得我们现在 投资人只能够 绑好安全带 小心承受这一波的 股市震荡的一个状况 好 继续 风总来告诉我们 今天台股大沙盘 连台积电盘中都跌平 最后才打开 我就问 上个星期来到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去寻求 寻找遮蔽掩蔽 像机器人股 像GEO的AI股 今天要么打到跌停 要么快要跌停 投资人怎么寻找遮蔽掩蔽 越来越难了 怎么办 今天是无差别下 有一位刚进股市 大概只有一年多的小白 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小孩 他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 说原来台积电也会快跌停 我说台积电为什么不会跌停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台北股市 当然他有他的原因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所谓机器人概念股 或者说像工具机股 还是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早上有的股票 开盘还是往上走的 是到最后 约末在12点半过后 台积电再度往下 灌到快要跌停的时候 全部的下沙 台北股市今天 这个下跌的点数800加 这个跌停板的加速一大堆 我们要知道 台北股市今天大跌的原因 是在于美国股市的暴跌 那我为什么要先跟大家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四个大点 四个因素 有很多事被过度解读 第一个 这个之前 有一阵子美国股市是什么 这个经济数据不好 就股市大涨 这个约末一两个月前 好几次这样 为什么 他说经济数据不好 那美国股市 这个FED就要降息了 太好了 知青来了 对 这个教科书完全背道而驰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现在美国股市都是心里面 换得换失 这一次为什么 经济数据不好 好像说什么 非农业就业指数 这个不好 反而是今天 就真的是按照教育下跌 他的理由是什么 哎呦 你FED主席是不是降息太慢了 是不是你现在降息也救不来了 你看又来了 换得换失 那也就是说他们就往悲观来做解释 还有像这个所谓科技类股 我们就说像这个所谓的Intel 裁员啊什么裁员那么多 Intel大跌268 我就说过AMD跟这个所谓的NVIDIA 他们他都比不上 那他也比不上台积电 但倒过来讲 不就是我们台积电 不就是刚好印证它的优越性吗 可是今天不管 无差别下伤 再来很重要一点 巴菲特他减持美国银行 跟所谓的苹果 他减持了50% 他说哎呦巴菲特 苹果一坎50% 可是不要忘记 他手上还有另外50% 他也是大股东 可是因为他把他的资金水位 拉得很高 现在大家就开始恐慌了 因为指数的高 最后一点 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 那个美国股市已经开始 甚至于会生会 你说在那个白宫附近 有些什么咖啡店 什么发行说 来喝咖啡的少什么 大家的作业很紧张 他说伊朗跟以色列 这个战火一触即发 甚至还有预告说 今天就成了 结果你看 这个是道雄工业指数 非电子的 它目前好像还俨然上升趋势 还没有完结 可是科技类股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跌得很凶 为什么 因为之前最受注意 最受瞩目 结果反正是跌得最凶 但是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他就说好像AI 这个AI好像是 我们要不要花这么多 AI很多公司 财报报 是不是没有办法 花那么多的钱 没有办法马上营收 所以你看了 患得患失 一恐慌起来 看什么都不对劲 在上上星期之前 最有自信 站得最稳的 不就是AI概念股 现在居然连 汤匙泡沫化都丢出来了 刚刚君相讲的 泡沫化 这字非常好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 网路泡沫化 那个时候 大家有想到一件事情 大家印象有一次 之前网路刚兴起的时候 这个2000年时候 说 哎呀 网路泡沫 我们干嘛买那么多的设备 那些高端设备 这个不用我们不用花钱 买那么多网路设备 好像认为说 网路没有那么快 结果 大家去看看 现在你没有网路人才是泡沫 一样道理 AI以后没有AI才会是泡沫 可是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 一定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它开始成型的时候 就是一个新的科技来的时候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只是说短线上 你要现在能够普及 还要一段时间 可是你看 今天台北股市 本来 还有 你看这个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非常有趣 我等一下会印证给大家看 就到最后是台积电受不了了 这个全部都在杀融资 今天都在杀融资 那台北股市到底现在是完全 这是毁坏了吗 这张图表是礼拜五的收盘 我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我就给我们东升开盘的时候 那时候盘开盘 我们知道要下跌 我要来做个预设 我就说过 盘回档0.382的位置 你看这是一个完整的波段 是从这个所谓的一个 12629到24416 这个完整的波段 我们说 这个波段多空对峙 就是0.5的地方 当然不会有这么深 0.5大概1万8000多 可是回档0.382 它有个意义 就是说我这个盘 我还是多方还在进攻阶段 我就守住0.382 如果说我今天守不住0.382 代表什么 我是多方抵抗 我防守 因为我没有跌破一半 但是我要进攻 我开始要速度放慢 因为我要消耗很多的符合 所以说今天你看 这个回档0.382的位置 就是说从这个高档回档0.382 在19913 盘中都有守住 可是到最后 就是月末过了这个12点半之后 台积电再杀了 这个地方就开始今天失守 失守 今天暂时失守 不能够宣判他死刑 只是说 现在这个盘要转为 所谓的一个多方抵抗防守 但不代表这个长线的 这个多方格局毁坏掉了 那我们必须要 你看今天多惨烈 今天涨停板只有一加 跌停板799加 跌停板不是跌 799加 下跌的加速 台北股是就只有2000多加 就下跌给你1831加来做下跌 上涨只有63加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几乎是无差别待遇 等于说 不管是台积电 其他好管 好 可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恐旺情绪 我们知道大家心里面都很难过 无可厚非 你心里面会 但是你 我现在跟你讲说 你还是要冷静来做面对 你会觉得说 这是空口说白话吗 来 我们举个历史的经验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位置点 之前在2021年的时候 5月12号那时候 那个时候突然间传出来说 我们那个防疫的数字 等于说 莫名其妙这个染疫的 这个突然间 据暴增 结果两天下沙2000点 那在5月12号那天 下沙盘中最多来到1418点 你不要说 这个比今天1800少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水位是在多少 是在1万多 178的水位 不是现在在2万多的水位 所以这个跌幅也蛮大的 可是你看 它下跌之后 留了下影线之后 你说说 打了两三天底 低点不破开始打脚之后 快速的往上走 然后甚至还过了 这个之前 1万7千多 来到1万8千点 也就是说 它从1万5 涨到了1万8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今天比较遗憾的 就是说今天 K线并没有收脚 对 我要告诉大家 明天 因为我们要面对 事情况来做处理吧 明天如果再杀的话 你千万不要再做杀地 因为明天有非常大的几率 可以来做一个收脚的动作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 在8月10号到15号 这可能在这边 做一个打脚的动作之后 等到一切 营收出来了 8月10号 15号 财报全部出来之后 黄然勋 8月21号 两岸的机器人大载 黄然勋也要来了 那到时候 台北股市应该 还会一波像样的一个板工 关键就是 止跌讯号要出来 恐慌的情绪 要把它消化掉 回来个股 今天最震撼的 当然还是台积电 盘中虽然只有 短短的那一个刹那 打到跌停 已经吓死投资人了 对 很多人想说 哇真的 很多人进股市资力比较浅 说台积电真的 也会 这么好的股票也会跌停 你看 这就是无差别下山 你看今天 超过这个11点 这个多以后 快要进去12点的时候 开始跌破 早上低个低点 本来有点晕亮反弹 就开始 就在这个地方 信心整个做崩溃 那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台积电最糟糕的一件 不是说不好哦 大家不要搞错了 台积电基本面非常的好 最高的筹码 你看这个叫融资 在这种乱世的时候 千万不能用一个杠杆 来扩大操作 否则的话 弹起来没份 跌的时候 你恐怕资金烧完之后 快速反弹之后 你已经没有资金了 问一下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 就会想到说 我可不可以逢低来接手 对 明天的状况你怎么研判 它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 我坦白讲 台积电900块以下 都要低估了 可是你说跌到815 怎么还会跌到815 这个就是筹码问题 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个状况 台积电本来就是什么 台积电本来就是 譬如说他有人在做期货 避险 然后我总有很多台积电 外资嘛 那他避险 他为了要保住 他期货的一个获利 他就卖台积电 然后期货下来之后 他再把它 等于说回补 他在买 逢低的时候 再买台积电 然后期货回补之后 再拉上去 他两面在赚 明天再杀的几率 因为明天 要看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可是我觉得明天开始 台积电不会再用 这种方式收最低 台积电明天 盘中荣获有震荡 一定会有收缴的一个机会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红海 红海今天是 让大家觉得 早上还本来以为 NVIDIA它的凉率出问题 可是红海老行载载 结果给你锁在跌停 对 我们今天就是举这两档股票 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股 可是他们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情况 红海的融资 最近没有像台积电一样大增 一方面因为红海 这个一百一两百块 很多人认为一两百块来讲 一百两百块 可能就是他这个十几万 他可以买得及 他不像台积电一千 九百一千 借钱来买 所以说这个地方 他没有用融资 这个算是 就是说还算是 还算是不信中的搭信 融资没有大减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 红海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红海这次呢 他已经跌破这个两百块的加位 跌破那个心理关卡的加位 可是红海在这个地方 你注意到没有 他目前跌到了这条均线 这条这个所谓的一个 紫色的一个紫色的均线 大概已经来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半年线这个附近了 那你要注意到 红海在这个地方整理了很久 整理了很久 而且今天讲 是低档有量在做承接的 低档有量在承接的 如果他今天是无量下杀 我反而会比较担心 所以我认为红海在这个地方 不要忘记了 他那GP200 这个大谋也帮他背书了嘛 说就算有地延 将来还是出货 表不起只是说 从那个第三季 延到这个所谓的第四季嘛 将来 你要去倒过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出货在第四季 现在刚好有低点 那你现在买了低点 是不是迎接第四季的 这个所谓出货都忘记 所以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位置 逢第四可以做整结的 所以台股的明天过后 还是看今天晚上的美股 美股能不能止跌 就会变成明天台股 能不能止跌 最重要关键了 对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 跌这么深 那你看来到前波低点的位置点 他今天是带样下杀 所以说很重要的一点 明天 今天晚上的费城半导体 必须收盘 不管他盘中怎么跌 最好是盘中 今天能够收在平盘 比如说平盘之上 代表什么 他收脚 那直接收红当然是最好 最重要是他收脚 只有在费城半导体 在收红的情况之下 台股那种所谓 科技股的心理压力 才能够消理掉 所以今天晚上 非常地满倒是关键 不过无论如何 因为美国股市 它是根据 它自己本身是根据 这个所谓的一个利益率 这个自己的财报 可是我们台北股市来讲 很多今天是无差别 是杀过头了 我认为台北股市 明天收脚几率非常高 大家不要在开盘的时候 杀融资的时候 去做一个杀地动作 这次的全球股灾 除了反映了 美国内部经济衰退的疑虑 另外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就是以色列暗杀 中东要开战了 最新的情报 伊朗最快今天发动千里奇袭 直接打到以色列本土 美军司令已经抵达中通因应 美军的林肯号目 也赶往中东 接人就来告诉我们 以色列这一次的斩首背后 居然意外曝光了摩萨德 如何收买伊朗最精锐的 革命卫队成员 用信跟金钱 一步一步渗透伊朗 背后是怎么样 不为人知的内幕 最近美国有一个新的指数 跑出来被大家关注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披萨指数 因为有人就观察到说 有一家靠近五甲大厦的 一个披萨店 最近突然发现 他的顾客增加 还有外送披萨的频率增加了 而且他附近本来有一些酒吧 到下班的时间的时候 通常都好多客人 但最近却发现到 他的生意大幅度的下滑 结果就有一个理论出来 叫做披萨指数的理论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五角大厦周边 叫披萨到外送的人变多了 是不是代表 有可能是在里面加班的人 也变得非常多 甚至有可能会有大事情发生 这个是刚好吧 还是真的有那么准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披萨指数的理论 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被提出 而且几个事件去验证的时候 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 你知道 因为过去用这个方式去推 觉得说有可能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居然 但是说在美国入侵巴拿马 还有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这个披萨指数都非常非常的准 所以现在外界开始担忧说 会不会真的 这个美国 这五角大厦要忙起来了 第一个指标 当然是看在哪里 看到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 现在以色列这边事实上 他已经都开始已经讲说 伊朗很有可能 最快会在五号的时候 也就今天我们录完影之后 很有可能就会开始 袭击这个以色列 好 这件事情 大家提出一个反向的质疑 就是先前你也说你要袭击 你也真袭击 可是那这不算数 为什么 你的情报早就已经被掌握了 你根本是纸老虎 我有什么好害怕 伊朗要迁离袭击呢 但问题是因为伊朗会觉得说 你以色列暗杀 他这个所谓的哈马斯 跟黎巴嫩真主党的两名领袖 而且最重要是 你是跑到我们家来这边杀人 所以这次很不一样 你让伊朗极没面子 那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情报 当然是美国这边提供给他的 还有他自己收集而来的 那对于这件事情 你说美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其实没有 我们刚刚从披萨指数再回来看 一个更直接的反应 美国已经呼吁他们的公民 尽快离开黎巴嫩 而且说法是说什么 不是尽快而已 你要搭上任何你能够搭上的航班 能够走就走 所以这次真的是已经来到了 千军依法走刀锋了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呼吁还讲说 如果你是任何有空位的航班 就要尽快去买票登机 不要再管什么红眼或什么的 所以这会不会代表是 俄乌战争之前 大家这样打的时候 会不会也一瞬之间 换伊朗跟以色列 甚至或者是黎巴嫩这边 跟以色列开战 所以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已经没有任何人哪一个国家 拦得住伊朗报复的怒火 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周边国家的反应 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中有一个叫做约旦 其实哈尼亚在这一次遇袭身亡之后 约旦的外长他居然去访问伊朗 那至于过去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就是说约旦的背后 应该跟美国的关系也不错 为什么 因为现在传出来讲说 之前像这个所谓的伊朗 在4月13号的时候 不是空袭这个以色列吗 约旦那个时候还曾经协助拦截 这个所谓的无人机 甚至你如果美国或什么的 以色列这个军机 你要经过我的领空的时候 我也通通都让你这样过去 但问题回来了 到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发现到伊朗跟约旦 正在这个设法改善所谓的双边关系 那如果今天说约旦外长 跟伊朗这边达成一个共识的时候 那会不会接下来 你美军或者是以色列 要借到约旦的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会产生变数 那真正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约旦在中东里面 其实真正扮演一个 叫做重要的角色 所以为什么话讲回来 千万不要觉得这一次伊朗说要打 你还真的笑他指老虎 看美国的动作 美国开始呼吁公民 能抢到机会赶快离开 这是一个警讯 另外一个警讯就更直接 我们真的是更严肃来看待 航母也来了 美军的高阶司令也坐镇中东 准备背水一战了吗 现在可以看得到军力的调动 那如果今天他这个整个的大部队 开始已经有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这个美国 其实已经不再只是说 呼吁你赶快离开 搞不好后面会不会有撤侨 都不知道 那现在就是因为美国 现在把这个林肯号的航空母舰 调往这个所谓的中东 那如果统计起来 五角大厦已经在中东 部署了超过12艘的军舰 那这些军舰里面 如果把航空母舰的战力算上来的话 也有将近40架的 所谓的超级大黄蜂 还有4500名左右的海军陆战队队队员 甚至你如果看到说 以他们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 所谓的两栖战备群 目前也在东地中海这个地方执行任务 所以美国是不是已经开始把海上的兵力 开始往中东这个地方集结 那不只是这样 事实上他的陆军单位 也开始往中东这边前进 像他的第十三地师的第一步兵旅集的战斗部队 目前也预计要前往他们中央司令部的辖区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美国他的说法是说 我有可能变成叫做固定次的兵力的调度 那你想想看 我把新的部队调度过去 那如果我救的部队还有些还留在原先单位的时候 那会不会代表的是呢 你今天美方除了要维系住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之外 会不会也要跟维护区域稳定的这件事情 老实讲 如果今天中东的这个地区 发生一些所谓战案的危险的时候 美军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就直接介入呢 好 人家我就问你 你回过事情的源头 在30号 7月30号当天 以色列一日双杀 先除掉了真主党的领袖 再除掉了这个叫做哈马斯的另外一个领袖 相隔7个小时 才会导致今天伊朗要开打报复的一个动作 伊朗现在似乎是非打不可 为什么 他知道以色列后面有一个老大靠山叫美国 他已经告诉美国 你不要介入 真的非打不可了吗 而且你现在看到伊朗从上到下 甚至连他的媒体所暴露出来的氛围 居然都是感觉上要开战了 因为就他的官媒 他们自己也都讲说 你看以色列杀害伊朗的客人 因为这些人其实老实讲并不是伊朗的 你刚刚提到说哈马斯的军事领袖 还有这个刚被暗杀的那个 他们都跟伊朗没有关系 可是问题是你在我的伊朗境内 你在我的伊朗境内 你居然杀了我的客人 而且参加总统就职 在国兵云集的饭店里面 你就这么精准斩首 所以他们现在讲说向以色列报复是伊朗的责任 甚至伊朗现在已经开始叫牌了 你知道他跟美国讲说 如果你帮助以色列来进行防御 那我告诉你 你的军事基地就会遭到伊朗的攻击 因为你想想看 过去伊朗跟美国之间 老实讲也有很多很多的纷争 但是很多是仅止于政治上面的 这个所谓的互相的批判 但现在这个伊朗已经讲说 我要用军事攻击来对于你美国 警告你美国不要动手 好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地方是以色列 伊朗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真主党 所以伊朗的千里奔袭 来攻击以色列本土 由北方而来的真主党 如果两面夹杀 你不要忘了 他可是真主党是伊朗 最强有力的小弟 两边一起夹杀以色列 他哪来的抵气抵挡 所以现在国际上在观看 就是说如果伊朗今天跟以色列之间有纷争 那再往上一点的黎巴嫩会不会也一起进来呢 是 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除了防范伊朗之外 哈马斯这边对以色列也没有再跟你手软了 他之前就说像这个以色列发射了十多枚的火箭之外了 居然现在连黎巴嫩的真主党也蠢蠢欲动 那我们讲蠢蠢欲动的这件事情 已经算是客气了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有30枚的这个火箭飞越以色列的上空 那这个画面大家去推敲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不会是真主党这边所发射的这个所谓的火箭 那所以呢你看在这个画面上面 当然对于以色列来讲说 我的铁穹防卫系统还是很强的 所以这30枚火箭并没有击中我们重要的地方 有很多是在所谓的开放地区里面 就被击落了 但问题是也造成它的整个北部防空警报大响 那对于以色列来讲 我现在可能不是只有单面作战而已 我可能要跟来自四面八方 对我有不瞒的搞不好都用这一次的机会 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啊 所以今天台股的大沙盘创下史上最大的跌点 跌那个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 跌这个中东斩首背后的后续效应 哪一样是我们能解决 一样我们都不能解决 结果台股杀成这样 更雪上加霜的是另外一个火药库 现在也蠢蠢欲动了 当然中东这个火药库 美国一定希望它不要爆 但问题是之前还有一个火药库 现在也还在引爆当中 这个当然就是在所谓的乌克兰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他已经证实说 美国给我们的武器 已经增加了一个胜利军 叫做F-16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 F-16呢 他说我告诉你 我已经拿到了美国制的 这个所谓F-16 首批已经进入到这里 最重要的是 我不是摆拍给你看 他已经实质投入到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的这个战场里面去 那对于这个乌克兰的飞行员来讲 其实他们过去早期的时候 受的训练都是二字飞机的这个训练 那你要跳到美系装备的时候呢 事实上他也需要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乌克兰的飞行员就讲说 其实我跟你说 我去飞这个F-16 跟我最早飞所谓二字战机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你知道 他说我好像从Nokia的3310 就最早 就早期的那种按键式的电话 直接跳到iPhone 他说这个比米格29还更敏捷 同时还有更先进的电子作战系统 可以给我操控 所以他就讲说 我们这个飞行员都已经受训好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有飞机 那这些飞机如果按照以前美国的做法是 我可以让你乌克兰的军队使用 我也可以让你在交战地区使用 但是美制的武器事实上 是不能够进入到俄罗斯的实质领土上面去 所以呢现在传出来讲说呢 乌克兰也有所谓的三阶段的这个战术 如果呢今天到了战事再往前推进的时候 他们现在就是要控制所谓的特定公寓 很有可能会使用F-16 对于地面来发动攻击啊 但现在有一个困难是什么你知道 乌克兰的战机那个飞行员啊 虽然他们讲说我这个是大药剂 可是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是训练合格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飞这个F-16 所以乌克兰现在也出现一个状况是 他们目前啊传出来说很有可能 只有20个合格的F-16的飞行员 但你这20个飞行员不可能说 我24小时全天候的都在战场上面走 所以也很有可能会变成什么你知道 变成是他虽然拿到了F-16的战机 但是却有面临到飞行员严重不足的窘境 刚刚我们看到了中东濒临开战 伊朗随时对以色列动手 我们担心情况会更糟 今天阿瑟来到现场反而告诉我们 他看到的不是更大的危机 反而是转机 为什么呢我就问 你现在看到的是今天的台积电 居然盘中一度也被打到跌停 台积电呢 刘德英6月退休 还买的839关卡整个被跌破 下探813 投资人都在问 该逢低接手了吗 怎么操作 关键是今天大盘砍完融资之后 要花多久时间去消化恐慌的情绪 止跌讯号 什么来亮起 怎么样来观察 好的 君相哥 继上礼拜五 这个黑色星期五之后 没有想到今天 整个亚洲股市再度的重挫 又形成一个黑色星期一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今天是8月5号 那8月5号为什么这么恐怖 因为听说今天会动手 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伊朗跟以色列 会正式的一个冲突 那为什么会去准确的讲出这个日期 听说跟美军准备很有关系 其实我们在这边可以知道 在战争方面对于股市的一个 所谓股市没有办法对战争有免疫力 所以一旦这后面真的有出现 这个非常惨烈的一个冲突 听说会影响全世界的一个GDP 1%以上 所以说这也导致于 这个日本股市连续两天 上礼拜我跟今天都连续大跌 这个2000点以上 但是台湾股市今天也跌了快2000点 其实以整体来说的话 各位我们可能 这个中东的一个战事 我们影响这个可能不大 但是我们对于美国的一个经济 会不会出现衰退 可能不得不胜 因为美国经济以目前来说的话 9月17跟9月18 可能不仅要降息一码 现在市场已经传出来 可能要降息这个两码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可能认为 联准会这一次搞砸了 美国经济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数字 已经出现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9月份再来降息 已经是慢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台湾股市在这边 可能更要停看听 但是如果没有呢 为什么 因为大家原先认为 美国经济如果衰退 全世界都遭殃 对不对 问题卡在今年11月5号 美国总统也会来做一个大选 第60届 所以如果说后面这边 有出现匹吉泰来的一个讯号的话 其实台湾股市并没有看得 那么的一个惨 那我们如果以整个的一个盘事 来做一个发展的一个演变 其实我们重视的还是量能 像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跌了1800多点 其实整个的一个量能 这不到7000亿 我个人是觉得不够多了 因为按照以往这近三四年来的一个变化 这个2003年那时候也是疫情慢慢的一个升温 我们也有出现所谓的一个承接量 那承接量之后后面做量 说就一路的一个上工 那比较要留意的是 这个2021年5月12号 因为那时候整个的一个本土疫情的一个失控 我们那时候有创造一个 这个历史的一个天量 7700亿 那时候盘中大跌1417点 今天台湾股市就是破那一天的一个记录 三年半前的一个记录 那因为当天有出现这个承接巨量 然后后面三日内不破底 台湾股市后面反而涨了一个将近3000点 所以目前整理来说的话 我认为其实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量能可能承接量能还要再加油 那当然以近期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4月19号 我们也是大跌这个1000点以上 那当然也有出现这个7000亿的一个承接量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一波我们总共涨了一个5125点 几乎这个创历史新高 天天都是谈论的一个话题 那重点就在于 这一次从7月 这一个所谓的一个 7月份这样下沙以来 整个的一个盘势也跌了一个4633点 以目前整体的一个盘面 我会把它定义为是短线上的一个集叠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台湾的一个景气面 并没有出现的一个问题 包括今天大家故意硬塞的 说所谓辉达的一个出货可能会延期 事实上GB200本来今年就没有大举出货 本来预估就是50万台以下 明年才是200万台到这个所谓更高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一点恐惧的一个总和 因为美国的一个对冲基金 真的是在做空台股 因为整个的一个川普的一个言论 可能引发这一些狩猎者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礼拜五 这个台湾股市外资的一个卖超 944亿 也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 所以如果说今天能够出现明显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所谓期货的一个空单 如果减少的话 我认为大概有可能今天台积电跌停 就是最低点 今天台积电是最低点 今天盘中杀到跌停 投资人傻了台积电 我就问台积电 阿瑟说今天可能是最低点 所以投资人接下来问的是 接下来我可以分批布局开始减便宜了 会不会太冒险了呢 我一直觉得 假设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 我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我今天要去买台积电 也就是说如果明天没有出现世界末日 台积电今天就是最低点了 因为后面没有阻碍它的一个事情 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8月5号台积电盘中 竟然出现了813块的一个什么跌停价 当然出现仅仅只有几秒而已 只不过就是尾盘 你可以看到 那好像也没有出现大的一个弹升 这个东西等一下要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们的ETF现在形成反效果 它在铸跌它在组涨 就是说我们涨不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政策 虽然有心想要护盘 但是因为ETF它触及太多的一个个股 所以今天礼拜一有800档的一个个股 打到这个跌停板 但是打到跌停板 它的一个挂出的一个单量又不高 所以说代表这是一个假象 我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假象 那当然刚刚讲到的一个重点 台积电今天整理的一个股价开低走低 其实也是跟它近期的ADR股价走低有关系 只不过今天打到跌停的话 它等于就是跌了10% 它的ADR单日也没有跌过10%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今天这个恶性的一个灌杀 应该已经有一点过头了 所以说像我们以往我们都会觉得 股市什么时候是高点 台积电涨停板那一天是高点 股市什么时候是低点 台积电跌停板是低点 所以说各位今天写下很多历史记录 台积电难得能够看到 它800多块打到跌停的一天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一个肯定 从7月18号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我们更不用去讲魏哲家讲几百块买进 它的一个法说会本来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讯号 那这个正面讯号包括内外支有11加外支 更高的还把它调到1500块 那原因就在于说台积电 不管今天怎么的折腾 今年2024年它就是能够赚40块 那你如果以40块的话 你用本益比23倍来算 它大概也920 那你如果用25倍来算的话 其实它就是1000块 所以我认为整体的一个台积电 它的一个合理的股价 应该是在920块到1000块这边 合理的一个股价那当然了 后面整体的一个盘面上 因为毕竟台积电也都没有进一步了 比方来说 魏达是不是出货不顺畅 它都不解释 因为它也没必要解释 它如果真正有出现确定的讯号 它公司派就会解释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依照台积电今天来说的话 有一点冤枉了 因为整个的一个盘面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刚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投资人都在问 今天不是一个讯息说台积电 那个挥达史上最强AI晶片 因为良率的关系 所以出货不顺 但是唯独这么一家 鸿海 鸿海是代工之王 手上有最多的货 公版都在他手上 所以老行宰宰 没了 鸿海今天打到跌停 这个要怎么解释 怎么来看鸿海接下来的太阳 今天这个图形 因为都是江波分析 我们没有办法用成现行的一个解释 不过这样也够了 今天的一个鸿海基本上比台积电更烂 因为他一开始就在跌停这边 附近在这边做折腾 尾盘锁住这个跌停板 其实以鸿海来说的话 因为他的一个股价早在230多块的时候 他就已经向下弯 所以以今天来说 很多的一个个股 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向下修正 打到跌停 我认为也是合情合理 因为这是一个为了要让 起握空单获利的一个什么 一个操盘法 但是因为到底挥达 是不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晶片粮率不够 造成这个会去影响到 鸿海的一个出货 我认为这有一点搞颠倒了 因为目前鸿海最夯的题材 应该是下个月的一个苹果的一个新机 它的一个题材性 是是是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今天的鸿海包括广达的一个下沙 都在杀AI的个股 只要跟辉达有关系的个股 他们都是往下来做一个修正 所以我认为这也不是代表它后面真正的一个产面面出现的一个大的动摇 所以我认为短线上这个也是因为ETF的一个关系 因为ETF是铸跌 那ETF的一个铸跌其实最关键性的 大家要来看这个 这个是元大台湾50 今天盘中最低的一个跌幅跌了一个7.8% 各位要知道 这个元大台湾50包括这个所谓的一个政二 都是很多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散户投资人他们最喜欢买的 上礼拜我台湾股市跌了1000点 而元大台湾50的一个政二 它的一个融资暴增 以今天来说的话 跌了一个将近这个8% 大概融资全部都会被清理出场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今天的一个急跌 其实所有的一个短线投机客 应该都已经是毕业出场了 所以说特别留意明天的一个开盘 包括今天晚上的一个美国股市 包括这个战事 有没有进一步缓解的一个迹象 最后阿瑟帮我们观察这个指标 今天台股大杀盘 可是台币却大升 这样一个背离的情况 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热钱没有走 四季准备进场 可不可以来观察台股这一波怎么跌出机会 有可能吗 其实这个台币在整个的一个7月份 它就是整个亚洲坠落的一个货币 但是因为这个川普也是针对这个台积电 包括台湾要保护费 有一种针对性 所以台币可能对于很多的一个外资圈来说的话 那我本来我的一个资金就要做一个外移 但是以今天来说的话 各位你要知道 因为毕竟上礼拜五 外资也卖了944亿 那你今天的台股又跌2000点 照道理应该是要股惠双杀 结果今天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新台币反而比较强势 所以我认为整个的一个外资目前说穿的 就是为了衍生性新农商品的一个期货空担 赶快来做一个逢低的回补 那它的钱根本就足足在这边 也就是说它现阶段可能会杀 整个的一个杀多之后 它后面会反做多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反而有形成日后 V型反转的一个条件跟机会 所以特别留意啊 整个的一个台湾股市在明天啊 也没有进一步的一个表示 在明天是下